我只想谈快乐的恋爱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而感受不到快乐的时候 我宁愿单身一个人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看中你自己的时候 对方才会看中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Yvanna Chang 之前有一支失恋怎么走出来的影片 让大家可能有注意到我 或是说比较认识我 那所以呢在Instagram上面 大家可能会常常私讯一些感情上的问题 就会让我们有一些互动这样 那这就启发我 就是想说 好像每一个人不是这样凭空的 进入到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中间那个学习的路程 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结束之后呢 还会有一个小彩蛋的时间 就是回答之前 大家有Q&A问我的一些问题 我会跳三题 来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解答这样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就不要忘记要收看到最后 那我们就先开始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是我从分手学到的五件事情 陆远本来就需要时间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好像 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耶 因为当我跟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聊到谁谁谁又分手了 或是我们朋友这种有姐妹可能失恋啦 等等等 那我在这边说的失恋不是只有被分手的 其实分手跟被分手都算是失去一个恋爱嘛 所以我们都统称失恋这样子 Anyways 反正呢每一次在进行这些讨论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就会说啊没关系啦 赶快找到下一个就好啦 或是说啊那我赶快我们介绍一个新的男生给他认识这样 那其实呢有时候我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都会想要举手反对 我实在是不太相信一个人能够立刻的忘记到前段的关系 或是呢我也不太相信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分手以后立刻 你知道重新恢复 然后身心灵都非常的OK 就去认识了下一个对象 即使分手之后的复原 我觉得短至一两个月三个月 长至两三年五年都很有可能 主要我不太建议大家复原以后立刻投入下一段感情的原因呢 是在因为在伤口还没愈合的时候 很容易你会有一些的错觉 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说服自己爱上他 因为你不想要再承受那种失败的感觉 或是呢你可能知道他明明有一些的问题 但是呢你为了不要让你前男友唱衰你 而勉强的这段关系继续下去 那其实对你来做都是非常的不好 尤其是因为我们刚分手 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喜欢同一种人 因为你想要在他身上找到前男友的影子 所以呢不知不觉中也会走入到先前的恋爱问题 那更不公平的是 有可能那个对象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出来 而你会不知不觉的拿他跟前男友做一个比较 不论是心理上或是真的有时候不小心说出来 那其实都很容易伤到对方 那我觉得以上可能都还好 但最严重的有可能是因为啊你就这样子盲目的继续走下去了 有些人甚至呢会走入婚姻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想要那种再度被抛弃的感觉 天哪那可能会是随着来产生更多更多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呢相信我在分手以后呢 好好的把自己隔离到另外一个环境下面 也许是摆脱之前共同的好友 或是呢摆脱一大堆的情侣团 学会跟自己独处 或是说跟家人啊重新的沟通重新的相处之类的 都能够让你在下一段感情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不求长久但求珍惜这句话 我其实自己呢也摸索了很久很久才悟出了那么一点道理 因为呢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可能常常呢会觉得说 啊我就是要谈一个一下子就三年五年的恋爱才就是成功 啊就是那对情侣可以谈那么久一定是他们非常的相爱 我可能会用时间的长短来去衡量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价值 那其实呢我觉得感情跟很多东西都一样 就是其实要重职不重量 有时候呢甚至是找到一个价值观很契合 个性上很适合的人 他们在一起一个五个月六个月的契合度的快乐程度呢 可能会远比在一起十几年几乎都不说话的那种平淡情侣好 那讲到珍惜这件事我就更有感触了 因为在我二十几年的恋爱经验来看呢 我常常听到我身边的人会说 早知道呢我当初就不要对他说那句话了 或是呢会说 哎以前就不应该这样对他 我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在一起 我就会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呢就会陷入一种想要复合的情境里面 但是呢其实你说真的时间真的可以重来吗 你对他做过的伤害 真的很简单就可以弥补的吗 我这边先撇开你们到底是不是会吃回头草的类型 其实我觉得与其在相处的时候随意的对待对方 或是说呢用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方式跟对方说话 会觉得与其是这样子 那你不如在交往的过程中呢 你就非常努力用心的去经营 好好的去面对两个人彼此的感情 让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都非常的快乐 那这样子嫂整体的交往过程呢 会让你有一种满足感 而且呢是非常享受在里面的 就算就算最后有一些硬性的因素 比如说距离啊或是家庭啊 甚至是最后最后还是发现不适合 至少你们这段关系的过程都会是美好的回忆 而不会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遗憾 我觉得当我们就是很用心的去经营 每一段感情的过程以后呢 你就不会一直执着说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真的超级美好的结果 或是呢一定要去执着在你自己幻想出来的 Happy ending 而是呢你会知道说自己真的是问心无愧 而且呢OK最后真的没办法的时候 你也比较容易放下来 并且我觉得呢是比较容易释怀的 而当你踏入下一段感情的时候 也比较不容易会产生那一种 莫名的失落跟填不满的遗憾感 对我来说我觉得以一种角度来看 可能会觉得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哈哈哈哈 再呢我觉得永远不要出卖自己也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呢发明了一个名言 就是我只想谈快乐的恋爱 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而感受不到快乐的时候 我宁愿单身一个人 这句话呢听起来好像有点自私 可是其实你仔细的想一想 如果你自己不快乐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另一半是感受得到的 而当你又不说甚至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也会让对方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甚至没有自信 我也有曾经不做自己 然后非常的想去勉强 我心目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的时候 我不但呢说话方式或是衣着上 我就是想尽办法要去满足那一个人的想象 或是他的理想 到后来呢我就发现说那场恋爱 其实谈得非常的不开心 而且到时候会越来越卑微 因为我不知道我真心喜欢的是什么 我只想知道我今天这个样子 会不会满足他的期望 或是我今天这个打扮是不是有达到他的要求 那慢慢的呢我也会失去安全感 会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 那有一天呢我就惊醒说 诶我好像不是在做我自己 我到底变成什么了 那从告别那段关系以后 我也发现说最完美的关系 不是呢让对方快乐而已 而是呢你能够在关系里面真诚的去做你自己 而对方呢也很喜欢 欣赏你做你自己的时候那个样子 那所有的改变呢调整 如果说只是外表上面那种形式啊 或是一些简单的部分 你们俩还有可能去做一些讨论 但是呢如果是个性上的大幅改变 比如说他可能希望一个文静的人 他能够一直一直讲话 表现出很活泼的样子 天啊那又多难啊 或是呢如果要像我这种五分钟都坐不住的人 去表现那种很气质很文静的样子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我只会叫他去找别人 就是我们真的不适合 所以呢不要想说去出买你自己 想要去变成他心中的样子 甚至呢去揣摩他的前女友 或是他可能无意之中透露出他喜欢的类型 我觉得那都不必要 因为真正健康真正让你快乐 达从心里满足的健康关系 绝对是能够让你做你自己 每段关系呢都要先照顾自己的心 听起来非常的笼统 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其实呢是相当的重要 我在刚刚跟你们举例那段很惨烈的 不能做自己的关系分手了以后呢 其实我觉得我经历了一场 很像龙卷风式的那种心理时机 我开始会照顾我自己的心情 问问我自己说 诶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 当不开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不勉强我自己的说出来 那当不自觉的被冒犯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调整好心情 甚至是我到底会不会往心里去 以及呢我也开始觉得自己独处 怎么样呢才能够在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还能体会到快乐 这段时间呢我大概进行了五年之久吧 我觉得在这段期间呢我才开始能够做一个 渐渐比较成熟 比较能够独立思考 独立相处的一个人 那回头去看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也庆幸我当初有给我自己五年的这个时间 当下可能有一些过客 可是我都选择说好 我还是想要一个人 我还是想要冷静思考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以至于呢当后来我踏入下一段关系的时候 我开始会想说 如果今天他想要我做某件事 而我不想要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在不破坏关系的前提下告诉他 或是说呢以前可能遇到某一件事情 我不开心我就生闷气 不想沟通逃避 但是后来呢我就选择 我要第一时间的沟通 我要告诉他我心里面的感受 我觉得就在征照这些方式的过程当中 我也开始学会去理解别人 去感受别人心里面的想法 比如说我会想说 如果我现在心里很受伤 那他也会吗 或是说其实我现在心情激动到想骂他 那会不会让他因此觉得很沮丧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以及 磨合的过程当中呢 就能够发现说 这段关系越来越健康 也越来越有信任感 因为你不再去把你自己藏住 而是愿意坦诚的给对方看 也欢迎对方呢能够进入到你的心里面 跟你去做一个磨合沟通 那就很自然而然呢 踏入一个很健康的关系的起点 最后呢就是认清自己很重要 我记得我在学生时期在谈某一场恋爱的时候呢 啊真的是完全完全的投入 那时候的对方呢非常爱打扮 所以呢我就会想说啊 如果呢他有什么样的需要 比如说想换鞋想换衣服想换包包什么的 那我就会从我的生活费或是我的零用钱 下面存起来找机会送给他 但是有没有节日可以送我就会想说 好那在每个月的交往纪念日就送就送 一直送 送不停 当时呢也很单纯 也没有想说他到底要对我多好 或是说他到底要是多贴心的男友 而是呢自己就沉浸在一个 我付出了很多 我很爱他 或是我们之间很棒的一个粉红泡泡里面 结果呢到后面其实我们也没有到非常的了解 我们可能交往就是出门逛街看电影吃饭等等等 那在没有建立一个厚实的基础 又一大堆很虚无缥缈的东西铺上去以后 尤其呢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情感交流 所以其实那段关系分手以后 我其实还蛮傻眼的 因为我会想说我到底 谈了什么样的恋爱啊 我搞不清楚欸 就是嗯? 所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嗯?所以我到底喜欢他什么 你真的问我一问三不知 而且其实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多在乎自己的心情 我很常就是把他放在我的前面 只要他开心 他收到礼物觉得很快乐 欸?我少吃一顿饭没关系 或是我不快乐也没关系 但其实到后面我就发现一段 真正很棒的恋爱关系里面 你会觉得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 我不是说那个人要多把你捧在手心上 而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交流 就能够带给你很大很大的满足感跟安全感 同时呢你也因为会在乎 也会尊重 也会理解你自己的感受 而给对方相同等的爱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当你看中你自己的时候 对方才会看中你 而且你们才能在心灵上跟情感上完全的交流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在分手后学到的五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过程都很难 而且蛮需要时间的 但其实你一路走过来以后 你会发现哇 真的时光其实没有白白的投资 其实都蛮对正下要的 毕竟永远都只有你才能够帮助 然后理解对待你自己 所以我希望呢这支影片对你们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呢你们很喜欢这系列的影片呢 欢迎在下面让我知道 你可以说超喜欢这支影片 或是说呢很希望还有这系列的影片继续下去 好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欢迎大家继续留到彩蛋 好我现在要回答呢 之前有问大家的Q&A 然后我找了三题出来回答 这三题呢也是蛮多人之前都会问我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Instagram用文字 很简单的回答 所以呢把他挑出来用讲的比较快 第一题呢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我觉得我是属于蛮有原则的人 就是我说要就要不要就不要 我不是那种随意就让步的人 比如说呢我比较不喜欢人家抽烟 那我可能不会去找一个人还叫他戒烟 然后还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不要去勉强别人改变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人 就不要找这类型的男生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蛮有原则 而且不会轻易改变的人 然后也会很直白的跟对方说 再来呢是我最在乎对象的三个点 我想一下 好 第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很有趣 很有话聊 因为我没办法跟很闷的人在一起 因为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不闷的人 而且因为一直都很有活力 所以也希望对方是这样子的人 这样生活才会很有趣嘛 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能沟通的人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某一些男生他可能家庭的关系 或是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那我就会觉得很痛苦欸 因为可能要一直问他啊 我又不是心灵导师 所以我比较希望的是 对方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 那就很多事情都轻松很多 嗯 然后也不会被我勉强 然后被我就是压制着的那种感觉 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啊 没关系 大家可以讨论这样子 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不可以小气 因为虽然呢 我们不觉得一定要什么爆炸有钱 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 但是呢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不要小气 比如说 嗯 我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很主动的伸出援手 或是呢在我很需要的时候 他不会计较 那其实这也牵涉到非常多的方面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易的不小气 甚至到大方 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哦 所以有遇到真的是 我非常的幸运这样 嗨大家不好意思 刚刚呢 录到一半就没电了 我回答第三题 第三题就是呢 要怎么样才能确立 对方很值得托付 或是要怎么样选择 托付终生的对象 以下就是供参考这样子 嗯第一点呢一定要是跟你有共同的目标 嗯因为有些人的目标 他可能是想要出国念书 或是出国工作 那你可能在台湾有比较好的事业发展 或是在台湾的 嗯抛不掉家庭啊什么的 那就比较难做出一个抉择 嗯我会觉得说你们可以摊开来看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或是能够达到一个共识 就是如果不行的话 其实拖着拖着也不是很好 那到处两个人可能还会有一些嫌隙 那不如就是嗯好好看要怎么办 就是真的要躺开来讲这样子 那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有共同的兴趣或的话题 因为其实两个人结婚以后 真的很难一直不断的有话题啊 毕竟你们两个都是每天都要在一起了 那很多时候除了生活上的一些很鸡毛蒜皮的事情 那一定要有一些事情是可以一起做 或是一起聊的 才能够激起生活中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那其实蛮重要的 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对方的家人 要是很可以相处的 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要好好的相处 尤其是不止两个人 这两个家庭真的是蛮难的 所以呢对方的家庭 你自己在交往过程当中 你就要好好注意说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可能有些人的父母就是比较传统的 那你是不是OK 那可能有一些人的父母 他可能坚持说 婚后就要立刻生小孩 那你是不是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我自己还蛮幸运的 因为可能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很坦诚的 把这些都抓出来了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感谢 因为我跟伯伯都超好相处的 所以呢更会让我觉得 啊我就要好好的照顾 或是对待我的另外一半 嗯哼 好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 我之后呢也会开更多的Q&A给大家 然后就利用影片画面彩蛋的时间 可以跟大家回答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正式的结束 欢迎下次呢再继续跟我聊天 拜拜